好 回到我們核四純費大辯論 第三階段開始進行 今天第二階段的交互提問 那麼現在提問是由藍軍來開始 請蔡委員提問 黃委員回答 全世界所有的公司開股東會 也都要股東出席過半 那個股東會才會有效 決議才會生效 所以公民投票有出席的 股東過半就是公民要 出來投票過一半的人 那這個才會生效 我想這個是大家 應該取得共識才對 不過都在有一例修改的時候 就好好說服其他人 那我要問的是說韋哲兄 那麼有關於核四的問題 為什麼你們一直主張 要立即廢核黨 所有的核端通通廢掉 為什麼你們從來不提公民投票 謝謝 黃委員請回答 我覺得其實公民投票要廢核一核 那是另外一個民體 民進黨當然可以考慮做 如果要做的話 我們絕對是以繼續運 是不是繼續運轉為前提 但是剛剛蔡委員 你還是沒有辦法把您所講的 跟貴黨所主張 甚至於行政院的行政部門的立場 對於這個興建跟運轉之間 是不是為什麼一定要掛上 在一起來公投來做一個回答 最後我們覺得其實以核四來說 核四跟福島剛剛歐陽主委有說了 這個核四是最安全的 以他所看到的核電廠來講 請問我們簡單做一個比較 核四跟福島來做一個比較的話 請問核四有裝錯管路 福島有嗎 請問核四有用施工品質那麼粗糙 請問福島或日本其他的電廠有嗎 核四在興建過程中就已經淹過水了 請問福島或其他的電廠有嗎 核四您剛剛提到焊接錯誤 後來被揪出來 請問過去日本的電廠或其他的電廠 有這麼粗糙嗎 核四是拼裝車 其他的電廠是這樣子嗎 如果不是的話難怪民眾會對 對這個核四的施工品質 以及我們現在台灣的核電廠的 運轉的這個安全性 會打上一個很大的問號 因此我們覺得就 不管就公投的這個設計也好 我們都看行政部門充滿了全謀 我們對核四的問題也看 也看到行政部門 他的對這個對核四的核安 沒有辦法提出一個給民眾的保證 今天這個是這個江一華院長 給我們今天才提到 核四的這個施政報告 他裡面有提到114年 也就是2025年的問題 謝謝黃委員 來我們請陳議員的提問 應該是換我提問 好來 不好意思 請鄭主任提問 那個 因為核災是沒有辦法用現在的科技力 跟我們的行政力去處理的問題 所以我現在對於核能的疑問 我就拿國民黨認證過 昨天提出來的核四公投的主文 來請教一下國民黨 看你沒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如果一個問題沒辦法解決的話 我們要求說核四場就不要繼續興建了 在我們提出來的國內反對核四場的理由 第四點裡面 台灣地震 颱風等天災威脅人高 核四場距離人口稠密的台北都會去禁 一旦發生輻射外洩事故 根本哪裡出散 台灣命運 謝謝 我們來請陳議員來回答 這個天災人禍 人禍可能可以去防止 天災誰都 上帝都沒有辦法告訴我們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不過像我們蔡委員很認真 他到福島去看了 我過去也以為福島是因為地震 事實上不是 他因為海嘯 而且他是舊場發生狀況 那這種複合式的災難是全世界第一次 那就因為這樣子 全世界重新在對核能發電廠的安全 重新做評估 就以前大家都沒有考慮到 會有這麼大的海嘯進來 然後造成全黑 造成整個所有的供電系統全部都癱瘓掉 水沒辦法進去 聽說我不知道 其實這個諸葵 聽說我們當初 我們在很久以前我們就考慮到這個部分 我們還有備用水 可以吸水可以引進 這我不敢這樣辦講 對 我的意思說 一盟考慮的都是我們所擔心的 如果往這方向去 這不是在命題上的問題 不是在說明上的問題 就是我們要告訴百姓 這東西很重要 然後我們要請專業的告訴我們 你怎麼說服我這是安全的 所以你這個提出來 我很樂意回答你 但是我專業度我不敢講 可是我們的認知是一樣的 天災人禍 回到一個原點 你跟他說排除掉一二廠不討論 這個不夠公允 為什麼 一二廠也可能發生意外 那個斷層 我記得有個叫三角斷層 從那個地方一路拉到 包括我住的五谷都是斷層帶 這一路上面都是高密度的住宅區 可是我要講的是 一二廠也是在斷層 為什麼大家都忽略掉一二廠的斷層 就去講核四廠的斷層 所以我一直常常講 我對核能是支持的 我對一二三廠是有信心的 我對核四是疑慮的 因為我跟你一樣不夠專業 所以核四廠需要專業來說服 它是安全的 好 我們謝謝 那今天歐陽之委提問 我想請問一下吳會長 這個你現在開的車 Toyota是不是它全廠都是 自己生產的 是不是Toyota全部自己生產的 還是有精密分工 還有經過嚴格品質管制 然後到處去拿東西來裝的 這一點這是所謂的拼裝車到底 是不是在我們的現在生活裡面 應該去面對而接受的 你的手機 這個如果 謝謝主委 請吳會長回答 這個不能相提並論 大家有一句話說 南鳥比雞腿 不能這樣比的 你Toyota比不好的說 你可以 那台車我們可以把它停下來修理 你和市場 把不用力的什麼 擦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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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部地區的人口七八百萬人 要賠勉 蔡英文說 這不能這樣相提並論 你變裝的 我們的車也好 手機也好 電視也好 每個手來變裝 我們跟電視也不看 叫人來修理 對人民的生命財產沒有威脅 所以我們核潤發電廠 把他撥走下去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 禍害子孫 不是我們跟我們賠償而已 土地都要放廢掉了 像福島這樣 現在什麼人家在這裡 蔡英文也去參加福島 你就知道那個警戒七點跟他走進 我相信一定不敢 你說什麼高階低階 那些澎湖那邊 我們的藍頤那邊低階的東西 放在那邊的話 流出來的 這就是有輻射外洩了 你看藍頤那些居民為什麼要起來抗爭 那就是那些輻射外洩在來抗爭 這些無色無味 跟他們看不到的 不是用一隻刀把你殺過來 就來撿來咪 那隻刀把它防那隻刀就好了 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是希望說 我們有關當局 還是要把他停建最好 保住人民的生命財產 這是最重要 我們謝謝吳會長 我們廣告回來進行解辯